独家记忆百变人生 养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当时的电影明星丽媛小卷 现在生活的怎么样呢 她的美丽曾让无数人为之倾倒 她也曾引领时尚潮流 上世纪七十年代 由她主演的电影《妄想和生死恋》 在中国上映 从此这个名叫丽媛小卷的绝代佳人 就成为了无数男士的梦中情人 四十年以来 她的荧幕形象始终硬刻在别人的脑海中 从八十年代第一次到中国 至今丽媛小卷已经来中国了几十次 她说她现在还记得第一次来中国的心情 在那个时候 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 丽媛小卷到这来 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我第一次是参加一个电影代表团去的中国 并且在我去的头一年 我的一部电影叫做《妄想》 已经在中国上映了 所以我当时的心情也是很激动的 1978年的秋天 日本电影《妄想》在中国上映 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女记者 三国龟子为研究卖身海外的日本妓女的历史 与当年的南洋姐阿琪婆相遇 龟子的真诚打动了阿琪婆 这位孤苦无依的老人 向她道出了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屈辱遭遇 影片中女记者三国龟子的扮演者 就是丽媛小卷 她青春靓丽的形象 温婉高雅的举止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年这部电影在中国上映时 引起了巨大轰动 丽媛小卷也因此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丽媛小卷真正的被中国的观众记住 热到万人空相是在1978年的秋天 中国几大城市举办了日本电影周 其中就有影片《望香》 放映《望香》的时候 影院的情况是盛况空前 当时电影的票价是一毛五分钱一张 黑市上能炒到两块钱一张票 有人看了四五遍 回来向大家炫耀 工资拿得少的人只好等 等到这个电影已经上映了一两个月之后 轮到二级三级影院上 票价降下来才能到电影院里去看 据说当时电影院的经理和票房主任 甚至不敢到电影院去上班 因为哪儿哪儿都是尾随着追票的人 有人脱关系买票 还有的人呢 只能买到夜里一点三十分的这场电影票 为了看到电影 就晚上十点钟先躺下睡觉 然后呢 一点钟上闹钟把自己叫醒 奔向电影院看 看完了三点钟之后再回去 睡个回笼觉 睡两小时 起来上班 反正我呀 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不是普通的狐狸精 你们好 我想买点盐 学校的 季田先生烧来的 我女儿在学校里念书 学校里的先生托她带给你的 学校先生说 那位女的其实是东京的大人物 一定是为了调查什么 才到这里来的 她这么说的 当年旺香在中国放映时 也曾引起渲染大波 有的人认为 通过这部片子可以看到一个小人物的命运 通过小人物折射一个时代的悲剧 而也有人则认为 这就是一个妓女的生活 不值得用这么一部电影去渲染 当时中国著名的文学大师 巴金先生也撰文参与了这个讨论 她说她通过妄想可以看出日本人内心的那种善良 巴金老师以及谢敬导演看了妄想以后 他们说能够从这部电影当中看到日本人的善良之处 可高兴在为止 这句话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给了我很多的勇气 所以那次中国之行 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在妄想当中 丽媛小卷和老艺术家田中捐代的合作 可以说是丝丝入扣 田中捐代是日本更为老的一代红星 为了演出阿琪婆孤独的老妓女形象 她敲掉了自己四颗门牙 这部电影呢也是她在影坛上的绝世之作 拍完不久 田中捐代便去世了 但她去世的原因啊 据有人说是她用麻绳捆住了自己的手腕 为了使手看起来又粗又老 令她扮演的形象更加的逼真 后来就因为这件事情得病 促成了她最终的死亡 在影片拍摄的过程当中 她和丽媛小卷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丽媛小卷呢 也在这位艺术家身上 学到了许多终身难忘的表演经验 我很想您所以又来了 夜里走路多难忍呢 来 来 上来 上来 快上来 还没吃饭吧 不 吃了来的 真吃过了 这场戏我记得很清楚 两人都哭了 还记得开拍之前 摄像灯光等还在做准备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一直不住了 谢谢 谢谢 就像电影中扮演的别人一样 我们相处得非常的融洽 我们都很亲切地知乎对方的名字 她叫我小卷 我也叫她卷黛 就像电影里住在一起 那样的自然 就是那样的 卷黛女士 自始至终地对我都很亲和 很自然地包容了我 我真的非常感激她 虽然她是个名演员 是大前辈 可是一点也没有让我觉得 有什么紧紧啊 紧张啊 她始终很注意地营造出 跟电影角色一样的自然的环境和气氛 让我保持自在和放松 还有呢 就是她那种全心全意的 全世界色的姿态 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田中捐带一般应该坐公司的车回去 但是她却从不坐 结果有一天下很大的雨 一位工作人员发现前面走路的那个人 没有打雨伞 淋得跟落汤鸡似 一看是田中串带 后来她说 阿齐坡是很贫穷的人 他怎么可能每天坐车 下雨也肯定不会有雨伞 因为她是一个大明星 以前从来没干过重活 所以她的皮肤血管没有那种感觉 因此必须要造成那种感觉来 她早上五点就开始在胳膊上馋皮筋 几个小时血都流不下去 就青筋暴露起来 胳膊都凉了 这样的方法伤害了六十五岁的田中捐带 却获得了生动的阿齐坡 多不好看啊 这真像宫殿 最有效果的是田中捐带最后痛哭的那场戏 那是最后拍的一个镜头 之前已经有了很多的感情记忆了 我也没有对她说 你该这样那样 就跟她说 需要你哭 她就都明白了 丽远小卷通过《望香》这部电影 跟着田中捐带学到了很多经验 尤其在对于角色内心戏的把控上 在《望香》的拍摄现场 有一段任子的悲情戏 导演提示她要掩面而哭 而当正式开始拍摄时 丽远小卷却并没有掩面而哭 正当所有人都错愕时 这时丽远小卷慢慢背过身去 扶倒在地 压抑不住的声音在空气中散开 在场的所有人感动得几乎窒息 请原谅我 好了好了 快别哭了 来自 我觉得电影是一种非常好的艺术形式 它能够跨越国境时间与空间的界限 能够分享感动 产生共鸣 那是一种非常伟大的艺术 在我刚开始拍摄电影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它能够带给我这么多的感动 我觉得我能参与拍摄《望香》这部作品 我是非常幸福的 《望香》这部电影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温婉高雅的丽远小卷 而在电影《生死恋》上映之后 银屏上的丽远小卷已经征服观众 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偶像 对不起 球太高了 是当时 电影《生死恋》当中 风鸣一时的一句电影台词 它是《生死恋》这部电影当中 女主人公夏子在网球场上激战时候的一句道歉语 在这个电影当中的画面上 夏子穿着一身白色的运动衣 在打球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它打得差 所以总是会微笑着 跟对方说一句 对不起 球太高了 第一次见到夏子的时候 他正在打球 打得很好 他那厉害的球啊 好像故意刁难似的 禁打对方的空灯 说起来 那一天 是我一切的开始 他改变了我 1979年 由丽媛小卷主演的电影《生死恋》 在中国上映之后 立即风靡全国 掀起了一股丽媛小卷热 也有人悄悄地 学着电影当中夏子的模样 挥动球拍 打起了平生从未接触过的网球 还有人溜进理发店 烫大波浪发型 像夏子那样给心爱的人写信 他成为了那个时代 人们心目当中的偶像 你好啊 是我吗 是啊 我还当您已经不记得我了呢 叫您久等了 谢谢 账记上了吗 待会儿查一下 星期四晚上 您有没有空啊 什么事 想请您到我家来 请我吗 野岛常常跟我谈起您 他说点什么 野岛他也要来的 你有空请来吧 不过我去何事吗 听说您挺喜欢海是吗 那那是工作 请一定来 好 有时间的话 我等着您 影片的男主人公 大公雄二是水产研究所的研究员 他在打网球时 认识了好友野岛的女朋友夏子 大公爱上了夏子 但爱与友情 只得竭力回避夏子 不料 夏子却大胆地向他表白了真情 他在大公身上 找到了野岛所没有的东西 关于移情别恋 这样的一个情节 在当时的中国 颇受人们的非议 电影上映之后 人们议论着 居然会有这么不知廉耻的女人 以后我们不要再这样了 为什么 你心里应该明白 我不明白 我们之间并没有爱情 再见 等一等 放开我 得过去 我还是愉快的 我简直弄不动 到底怎么回事 等等 等等 停 音乐 停 叶导 导演啊 对不起 这不是在玩 对不起 再试一次 对不起 行行吧 就是在工作 来 再试一次 预备 一 开始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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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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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了 就这样把我的事忘了吧 你有心事 我到四谷 去了一次 四谷 野岛在那儿工作 你又替野岛了 我说我想跟你结婚 我去挨揍她 我担心她不肯揍我 野岛还是揍了我 她说就这样把我的事忘了吧 是吗 跟我结婚吧 叫人看见 我不管 太高兴了 连我自己都奇怪 你的身影 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 不论看什么 不论走到哪 总是感到你和我在一起 结婚以后 我们俩再一块到这儿来 在大公和夏子准备结婚之前 大公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海上研究 如胶似漆的爱人突然分开 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红艳传情 夏子每天给大公写信 期盼着两个月时间赶快过去 大公也是归心思见 然而就在他即将返回东京时 却接到了一个噩耗 美丽的夏子和男友的朋友相爱了 当爱情有的时候并不是以幸福收场 夏子最终死于一场爆炸 金城石石 夏子死于爆炸事故 金城石石 夏子死于爆炸事故 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悲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这我知道 但是 我自己会有这样的遭遇 我怎么也没想到 这件事实在太残酷了 所以我没有勇气给你打电话 想想到你读电报的情景 我都想放声大哭 我找你半天了 我找你半天了 我和你赢不级 我和你赢不级 你赢不级 我和你赢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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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生死恋结局》的这一组 林雨重回球场就地的镜头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 男主人公悲痛地赶回东京 一向上夏子那甜美的微笑 球场上夏子那对不起球太高了的温柔话语 从此成为了大公和夏子天各一方的无尽思念与追忆 可以说在中国观众的心目当中 这一部《生死恋》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国际影坛当中最为优秀的言情影片之一 电影《生死恋》是丽媛小卷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 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痴爱缠绵 令很多人为之倾倒暗自神伤 而《生死恋》中丽媛小卷以精湛的演技和高贵的心灵向使人证明了 她拥有的不仅仅是美丽的容颜 当年谢晋导演拍完《芙蓉镇》后 在一次与朋友吃饭的时候说 我一定要跟丽媛小卷合作一次 不久后谢晋导演得偿所愿 1991年当丽媛小卷接受谢晋导演邀请出演影片《清凉似终生》后 谢晋感慨万分 丽媛小卷是一个有长远和深刻魅力的女演员 唯有她会在每天收工之后 挨个向工作人员鞠躬之意 丽媛小卷在中国有很多私交很好的演员和导演 刘晓庆去东京都会去她的家里 陈冲带她游上海 于秋雨与她一起颁奖 分外高兴 胡存心与她以母子相称 我一直在等着 入手 二人 你快說一句話 謝謝 父親 きっと喜んでくださってる お父様はね 邸大の医学部を卒業なさると 満適に 満適 医者として派遣されたの これはあなたよ お父様 お父様は あなたが生まれる 二ヶ月前に 謝靖導演 直接的找到我 邀請我出演 清涼寺的終生 那時候 我正好在北京 我本人呢 是非常渴望演 這部電影的 而且作為日本人 我觉得自己 必須出演這部電影 所以呢 根本也就沒考虑过 拍電影时候 当时 诸如年齡 大了一点之類的問題 1991年 与中国合作拍攝電影 清涼寺終生 是丽媛小眷第一次 塑造老妇人的形象 但她却欣然接受了 謝靖導演的邀请 我保持我 很难过 一向温婉美丽的丽媛小卷 在工作上对自己的要求 非常的严格 谢进导演曾经透露 当初拍《清凉寺终生》的时候 有不少日语台词 是请上海会日语的朋友 来帮忙配音的 丽媛小卷看过了样片之后 不满意 特地请了自己话剧团的同事 重新配音 谢进对他说 都说我严格 其实你比我还严格 丽媛小卷微笑着说 自己首先是一个话剧演员 他曾经在一天的时间里 演过麦克白和罗米欧与朱利叶 这两出戏剧 要知道那两个人物 从外形到心灵 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女性 除了话剧之外 他还演出歌剧 第一次演歌剧 高音部分他唱杂了 于是第二次 扮演窑窕淑女的时候 他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请了三位真正的女高音 来教她训练 他训练的时候 把家里的钢琴 搬到了舞台的后台 每天都比别人 早到两个小时去练声 最终演出终于成功了 在丽媛小卷的字典里 没有敷衍两个字 我们每天拍完戏以后 晚上肯定会把第二天的戏 进行盘牌 比如在上海的摄影棚里 搭建的模仿日本家庭的布景 我觉得跟日本当地的实际情况 略不同 于是我就向导演提出来 第二天工作人员就诚心不敬 效果非常好 在这个戏中扮演 丽媛小卷儿子的是演员蒲孙心 那时的他只是初出茅庐 我现在也还叫个小福 因为那是他演我儿子的关系 他也称我为妈妈 我们现在也还是经常联系的 我会去看他的舞台演出 他来日本的时候 也会来看我的舞台表演 他在社会活动方面也很活跃 比如在艾滋病的预防方面 他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 我都会去捧场 看看有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 可以帮忙的 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交流 我认为他是一位很优秀的演员 我认为他是一位很优秀的 阿弥陀佛 我 我哥 已经是出嫁人了 请 不再为此烦恼了 我认为他是一位很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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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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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拍摄完《清凉自终生》后 丽媛小卷与剧组人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尤其是谢靖导演 丽媛小卷 他也在多次采访中提到 谢靖导演的这部电影对他的影响 而在17年后 当他再次来到中国接受采访时 不经意间得知了一个噩耗 2008年的10月18号 谢靖导演突然离世 当天 丽媛小卷作为日本长崎县的品牌形象大使 正在北京参加日本长崎展的开幕式活动 在开幕式结束之后 中日记者蜂拥采访丽媛小卷 从记者的口中他才得知 谢靖导演清晨的时候去世了 在采访的过程里 丽媛小卷已经是泪流满面 转身痛哭很久 丽媛小卷才让自己恢复了平静 我其实是在北京 得知谢靖导演去世的消息的 以前我跟谢靖导演的儿子 在日本跟旧金山都见过面 见过好几次面 都觉得谢靖导演的身体很好 完全没有想到 他会走得那么快 我了解到谢靖导的夫人就在上海 刚开始 我还以为她在美国呢 我正好去上海出席国际电影节 于是呢 我就利用唯一的一天休息时间 去拜访了谢导的夫人 然后跟她聊了很多谢靖导演 谢靖导演的往事 陪她待了好一会儿 从夫人的言谈中 我深深地感受到她的悲伤和爱痛 毕竟是一下子同时失去了 最爱的丈夫和长子 一想到这些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用言语 去安慰谢夫人 《莫斯科之恋》 是丽元小卷的又一部代表作 她在这个片中呢 出演一名赴莫斯科进修学习的 芭蕾舞演员百合子 在莫斯科 百合子和雕塑家 瓦罗家坠入了爱河 爱情又激发了她舞蹈的灵感 她被大剧院选为 芭蕾舞剧吉塞尔的第一女主角 但是好景不长 临演出前的百合子 晕倒了 被查出 患了血癌 在瓦罗家和同样爱她的 折野的关怀之下 百合子在莫斯科 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在影片当中 丽元小卷那苗条的身影 优美的舞姿 让观众们看得是如醉如痴 然后显为人知的是 丽元小卷的艺术之路 正是从芭蕾舞开始的 丽元小卷194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 六岁开始学习芭蕾舞 那时她最大的梦想是做一名芭蕾舞演员 18岁时 丽元小卷由东京芭蕾舞学校毕业 同年又进入演员培训所 学习话剧 从20世纪70年代起 丽元小卷拍摄了生死恋 忍川之恋 望乡 莫斯科之恋 和乡村教师等多部 颇具影响力的作品 始大成为日本70年代 《青春文学》电影演员 大家准备好 两手分开 左肩向前 两腿加紧 大鸡腿 白鹤子是怎么样 他不熟悉我们的流派 得花点功夫 多教几次 不过他很有才华 是很有才华 可你知道 最好是一张白纸 这样教起来容易 白鹤子 你过来 白鹤子 后背要挺直 肩膀要压下 踢腿的时候 要注意脚背攻直 当初那个时候呢 我也不是完全 为了要成为演员 才去学的 我有过拼命 拉好小提琴 想进交响乐团的时候 也有过努力 学好跳芭蕾 想成为一名芭蕾演员的时候 不过向着这些 目标奋斗 努力的过程 跟学习的成果 最终 在我成为一名演员的时候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音乐方面的演习 对我来说很重要 舞蹈也是如此 通过这些修养 比如我在出演古典剧目的时候 我就很少担忧自己的表情啊 动作啊等等方面 同时在维持体力 保持健康的情绪等等方面 我也是受益良多的 芭蕾舞的训练 非常的辛苦 而且呢 一般来说 需要从八九岁的时候 就开始训练 但是丽媛小卷 正式开始学习芭蕾舞的时候 她用了三年的时间 学习了人家七八年 才能学到的内容 放暑假的时候 有两个星期可以休息 但是丽媛小卷 从来也不想休息 超过一个礼拜没训练 她就在家里待不住了 就非要到学校去 去继续训练 舞蹈行内有句话 叫做 如果一天不练自己知道 两天不练的话老师知道 第三天还不练的话 观众肯定知道 丽媛小卷坦言 我不知道自己 有没有舞蹈这个天分 但是我知道自己 特别喜欢芭蕾舞 我的老师认为 我有芭蕾的天赋 所以我就拼命地 不想辜负他 所以我是一种勤奋型 而不是天才型的舞者 注意 这会儿没人 再看看 好 就朝屋里走去 我们的跟王子 撞了一个满怀 这时候最重要的是眼睛 眼睛像闪电那样 一闪你就低下头 因为这塞尔克王子 第一次见面 马上就产生了爱情 但他不想表露 他怕难为情 接着是巴傻 他握住你的手 想摸一下 而你是低着头 把手缩回去 写一个礼 安静摸去 他在后面 把你拉住了说 你别走 我手里拿的这是一张 非常珍贵的照片 照片里的人呢 分别是 邓颖超 丽媛小卷 忠野良子 赵丹和黄宗英 其实呢 赵丹先生一直对 丽媛小卷的表演 大为赞赏 他晚年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跟日本的电影艺术家 特别是跟丽媛小卷合作一部片子 但是呢 天度英才 赵丹最终因为癌症被夺去了生命 那么在这一次的碰面当中 他们两个人聊了些什么呢 在见到赵丹先生之前 我已经知道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真的见到他以后呢 他的人格魅力 跟纯属的演技 让我流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他那儿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感觉他人格非常高尚 但人节目方面呢 也是充滥了热情的 那个时候 我们确实是谈到过 要一起拍电影的事 甚至于 还就具体的方案 进行过探讨呢 可是后来 赵丹先生生变了 这对中国的电影界 还有电影人士来说 赵丹先生的去世 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大家都感到 十分的惋惜 但是我还通过他 认识了很多人 也有很多 一直到现在 还经常的保持延期呢 那些在中国电影史上 永垂不朽的名字 也在丽媛小卷的心中 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他的世界如此丰富 充满了友情和温情 也正是如此 如今已经 言过七旬的丽媛小卷 并不因为没有结婚 而感到遗憾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不管是什么事情 通过电影 还有电视剧和舞台剧 我能够和日本各地的 还有世界各国的人士 进行交流 虽然有人可能觉得 我牺牲了很多东西 可是我从来不认为 这是牺牲 我特别想知道 你从年轻开始 一直是日本影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这么多年来 没有你心仪的人吗 还有我特别想知道 你年轻的时候 特别喜欢 长得什么样的小伙子 能有过吧 你通过电影 我接触过各种类型的男性 有的非常优秀 有的可能不那么优秀 我觉得在自己扮演过的 各种角色中 我已经别触过很多人 要说我心中喜欢的 理想男性类型 可能是这个 时间的不同 在不断地变化着的吧 就在电影给立元小卷 带来巨大荣耀之时 她突然离开荧幕 回到舞台 还是演出话剧 由她主演的话剧 曾赴美国 英国 加拿大等地演出 获得成功 我觉得演电影作品 要运用你所学到的东西去发挥 而话剧作品 就需要自己有想象力去创造 去挑战自己的演技 所以我觉得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两方面虽然都很难 但两方面都有必要去涉足 都是很有意义的 近些年在许多中日两国 友好交流的活动中 都能看到立元小卷活跃的身影 2016年 正值中日文化交流协会 成立60周年 年逾七旬的立元小卷女士 携独角戏 松井虚模子 亮相北京人民艺术局院 直演剧场 日本では それまで 女優さんというのは存在しなくて 男の方 男優さんが 女性の役も演じていたんです そういう時代 そして この中に 与沙野亜希子さんという方の 詩も最初に出てきますけれど 私たちは お伝えできればと思っています 整个表演是一个全面的一展 而且 很松弛 非常的 信手粘埋的感觉 唱也是 跳也是 我觉得他已经不是在演戏了 他是一种自然的倾诉 对 经常感觉到 他就是这个人物 他是在述说自己 对 是这种感觉 年轻的女演员 他的能力 是很难达到的 那有 丰富经验的 这个女演员呢 他的精力和体力 可能又跟不上 但是 莲小娟 他做到了 他所有的这种 艺术集点 艺术集累 他都集中在这一个 对象室里边 让我们感觉到 他的 艺术的 跟风 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末 中国的街头上 人们大多会穿着 灰色 蓝色 绿色的粗布衣服 即便打着补丁 许多人也并不在意 不过当年 丽园小卷身着 前所未见的白色网球群 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的时候 灰蓝色的世界 变了样 开启了对于时尚和美的向往 当时年轻的男女 如今大多数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在回忆起 丽园小卷忽然之间发现 时间已经赋予了他们追忆的资格 而丽园小卷本人 却不允许被人们追忆 七十多岁的他 已经成为了日本的不老之星 所以有人会说 大概丽园小卷每活一天 就要在舞台上 每一天 健康活泼的小强坤 为何突然陷入昏迷 灌米汤也往处吐啊 是跟上什么样的吐 就全身是滴了搭篮的 就是咱哪都是乱 五天滴水未尽 他如何化险为宜 哎呦 然后赶紧就烫嘛 等到天 蒙蒙亮的时候 就到了新门了 刚一过高楼桥 我的眼睛睁开 记得听江坤为您讲述 他经历的东四